我们现在继续讲第九点 就是结满圣灵的果子 最后第十点就是侍奉的果子 第九点就是结满圣灵的果子 就是怎样有圣灵各样的 圣灵所结的果子 人爱喜乐平安那些各样的果子 首先就是常在耶稣里面 就多结果子 一是耶稣的果子来的 圣灵的果子来的 所以亲近神 那些果子就会出现了 随意和刻意的分别 因为人多数都是这样 有人击他就会很自动波 会不开心 我都曾经说过 就好像驾车自动波 自动波你一放油门 一放车车 立刻车自己都会走 如果你再踩一点油门 它还强得快 你立刻要控制它 这个就是自动波 人不需要人教它发生怒的 人不需要人教它骂人的 这个是随意 刻意是需要 我真的要放下怒气 我想到它越生气 它越多反应 我不如关心它 聆听它 回应它 所以圣灵的果子 是一定是刻意结出来的 尤其在困难的时候 当然你赞美神的时候 你会自然有圣灵的果子 但我所指的就是说 在困难之中 就是被人骂完 有圣灵的果子是需要刻意的 在困难没有钱 完全没有钱了 在那个时候 信靠神一定是刻意的 没有钱了 现在租金也有问题 是不会自动波信靠神的 一定是刻意 神你允许你一定会做的 我依靠你 神你用方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心灵愿意 但肉体软弱 我这么口说 就是刻意和随意的分别 其实很多人的问题 都是因为随意 随意发脾气 随意不欢喜 不喜欢 烦恼 放弃 这些都是随意的表现 因为人 基本上 人人都会有这种倾向 有时就会放手 担心 忧虑 这些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 而我们选择 譬如说 那个人明明不喜欢我 我选择仍然是善待他 我们不可以逼一个人喜欢我们 但我们可以善待他 一样跟他打招呼 一样做一些好的事在他身上 那他会不会应该是他的问题 我不强迫他 但我会见到他 会叫他 招呼他 善待他 这样的时候就有机会去改变他 这个是刻意的 而很多人是不肯做的 多数我处理教友的问题 多数都不肯的 我没试过一个 我跟他说 不如我跟你和那个人一起聊天吧 他就说好啊好啊 我没试过一个 个个都说不行啊不行啊 他不肯的了 做不了了 他会生气了我了 那我说我会用柔和的方法 我们试下这样做 让我们中间不要再有严厉 求了很久了 他就说好啊好啊 试下吧 我两方面都跟他说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能够处理人的问题 需要的技巧和爱心和内心 就是接受他是这么软弱的 那我就不去 就是不要强势地对他 你不跟他说 那你怎样啊 那你以后你跟他分裂啊 你不跟教会分裂啊 那他就会受伤害了 但是我们总是用柔和的方法 聆听他 我知道你伤心 我知道你都不明白 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但是在这个情况 我们都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 和有耐心去处理 那也都呢 譬如一个人的生命发挥 都是一定刻意的 就是没有人会自动就 哇 又传福音啊 那当然是开始想的 是的 耶稣救了我 我怎样去传福音呢 都要想一下先的 想一下之后都要行动 行动的时候又难了又要处理的 那我自己是 神真的教了我很多次 很多时候我留意圣灵的感动 例如我传福音 在街上我试过 在街上传福音 那多数人都会拒绝的 那我就会 我人都会立即觉得有些失败感 那我就立即 现在圣灵就提我了 如果你继续这样失败感 你做就做就做就越做就越残了 那神就提我了 其实你做我是欢喜的 就算有人不信我都会欢喜的 因为你荣耀我的圣灵 到有一天去到天堂 他站在我面前 他没有信耶稣 但我会说 而牧师跟你传过呼音 那神是会喜悦我们做过这件事 当然我希望他会相信 但他真的不相信的时候 我都做了我应份做的 我就应该欢喜了 所以我就即时 我就说 多谢耶稣给我一个机会 去向他传呼音 荣耀你的圣命 多谢耶稣 所以我就在那时 立刻刻意地处理我这个挫败感 让我能够继续在平安喜乐之中 还有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我很察觉这件事 就是如果我有被打败的感觉 负面伤害不开心 我是会武力 不会被圣灵充满的 我想被圣灵充满 我一定处理 就一定刻意放下人家对我伤害 刻意亲人神 他一定要化解了个思想 就是说 我有做错我一定认错 如果我没有做错 他伤害我的时候 我就接受连述他 因为他是受过很多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我 我就不去放 不介意 无所谓 人都会伤害人 不要紧要的 世人都有 经常都伤害人 我就放手了 我就刻意告诉自己 放手 我可以起落回 我才能够四年充满 因为我试过 真的处理不了的时候 心很劣住 很压住 如果大家有时心压住 我们就去告诉自己 我不需要 因为他而不开心 神可以让我起落 多谢耶稣 但你说完 都会不开心 都会还在寂寞 继续赞美神 神一定跟我一起 神一定加力给我的 多谢耶稣 好像好了一点 好一点 那就是主 多谢耶稣 耶稣帮我好一点 我又可以更加开心 就是这样逐步逐步 逐步逐步帮自己提升 第二天又再来过 又想起那样东西 或者不要想起自己自动自觉 不开心 又赞美神 又轻散 一路做就做 越做越轻散 这个就是需要刻意去处理 让我们不让任何人影响 而能够生命提升 比如说侍奉 亦都一定是刻意 如何去提升 如何做得更加好 这个是需要刻意的 比如我自己 讲到讯息 我是跟过很多不同的人 我不是跟他学 我是看他怎么做 我看到他怎么做 接着我留意 我就去学习 比如我看到有些人 表情的dramatic 我自己以前 学过那些话剧 所以我讲到的时候 有时会用一些表情 真是很烦 很激气的 用了面部的表情 亦有声音 或者有些情况 因为我摄录 我就现在站得很定定 如果不用的时候 我的身体会动 其实我现在都动的 现在动是由脚开始动的 整个人就会轻散 就不只是手动 这些都是刻意学回来的 比如唱歌 怎样有共鸣的声音 这些都是刻意学了 然后使用出来的 其实我每天吸塵 我就在那里练共鸣 也在那里祈祷 我是善用任何我有的时间 怎样来提升自己 这是刻意处理生命 刻意提升生命 神的爱激励 我们亲近祂 就是说 我们圣灵的果子 是从神的爱激励 而方法就是 我欣赏神的恩典和作为 我有困难 马上靠主处理 选择平安 一天多次亲近神 我一天 基本上我很多时候都会在那里赞美神 尤其是定下来的时候 比如去洗手间 洗碗 洗澡 我都一定在那里和神聊天 这个我希望大家习惯地做 就算说信息 我都会想到神的 这个都会帮我们 能够随时得力 当我们有什么不开心 尽快找出的原因 然后处理 我说到很多的处理 都很多时候 首先要处理负面 然后如何加强正面 就是说 我留意到 这个回应你的presentation 当我留意到 我有个问题 先 那我要先解除了问题 他说我不开心 我不能够赞美神就开心 我要解除了不开心 我为什么不开心呢 因为有人对我不好 他对我不好 我是不是一定要不开心呢 我拆解这件事 然后我就用原因 我是可以在神里面 有很多好的东西来数算 就是我会逐点 讲如何的时候 我会拆解 我有个负面的想法 然后我有什么原因 有这个正面的想法 然后我如何亲近神去处理 而且也都行动上 首先是处理内心 接着我处理同他的关系 我处理事奉上的困难 处理任何我面对的困难 然后第五 当我经常都亲近神 就更加感受神的平安喜乐 以及激励领受不同的感动 更加容易领受不同的感动 还有事实在喜乐 就自然的人 是会得力 而且那些负面的 是没有那么容易进来的 必然是先有圣灵的果子 先是适合侍奉的 譬如有些人 有些人很想侍奉 但是他生命有很多问题 很容易烦恼的时候 他是先不适合侍奉的 他应该处理生命 但又不是等到他完美才能侍奉 是他愿意处理的时候 他是可以开始侍奉的 不过是需要人看着 跟着他的 第十点我们都开始讲 因为下一次的时间 我不知道有多少 还有因为讲完也好 我还有很多生命的东西 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十点就是 结满生命和侍奉的果子 就是我们的果子 在生命里面显露出来 首先就是真定得救的人 一定有生命的果子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